王生宁 海南万宁人 中国青年词作家 诗词研究员 音乐人 曾为第十六届亚运会亚蚕运会主题歌《你让世界从此不同》 电视剧《安居》主题歌《知你冷暖》《懂你悲欢》等近二百首歌曲创作歌词 不仅在专业刊物发表歌词论文十多篇 还节级歌词研究著作《歌词作家作品论西集》《中国音乐漫谈》 可是谁能想到这位歌词创作者自幼听障 凭借自身毅力与信念在音乐领域闯出一席之地 5月24日记者走近王生宁一探他的音乐追梦录 音乐方面的风格也有各种各样 有流程还有民族还有媒体的唱法 有歌唱电视剧还有系列的音乐我们都写过 所以算是不要耍你那一种了 王生宁他创作的歌词呢我非常喜欢 他的创作歌词那个韵味十足 很能用一些我们文学上面诗词方面一些古文化融入到现在的歌曲创作中 据了解王生宁同年因一场意外导致听力下降 从此他的世界鲜有声音全靠文字获取言语信息 童年的王生宁家境贫寒 父亲常年卧床 母亲挑担子卖小吃撑起家庭 王生宁没有条件去特殊教育学校 只能凭借顽强于毅力在正常学校读书 并以优异成绩考入研编大学 喜欢诗歌散文的王生宁在大学期间因为兴趣开始尝试歌词创作 在我个人的心里是不太好 在大学的时候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习惯看这个歌词应该有点难受 比如刚刚开始的话 我对音乐乐里和音乐短练都不太喜欢写歌词 不懂乐理知识就找书籍看 听不到节奏就用手打节拍 听不清音频就根据简朴研究规则 王生宁逐步感知到音乐 从以前写好歌词找人谱曲 到如今可以根据乐谱填词 这艰辛的过程 王生宁走了近十年 他的朋友也看在眼里 我认为生宁他跟我是不期而遇 接着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是跌跌撞撞 接着我认为他是比较自想不起 很多作词家还有那些歌词都邀请他 后面的合作 我们都是非常的想不到 我们也是非常的为他自豪 努力终会收获 大学毕业后 王生宁从事诗词研究员工作 古往今来诗词的韵味与美感 使王生宁的歌词创作得到进一步提升 偶然间 王生宁与中国作曲人张鸿光 卵凯相识 开始逐步进入音乐圈 第十六届亚运会亚蚕乐会主题歌 你让世界从此不同 让王生宁所写的歌词开始为人所知 音乐开始改变王生宁 你让世界从此不同 承心点燃梦的火中 曾经多少浪暖都抱在怀中 我们慢慢有点改变 包括各种类型和观念方面 我们慢慢写的信息和正常的段階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王生宁与多位音乐人一起创作多首公益歌曲 受疫情影响 如今各行各业正值低谷时期 王生宁表示 生活是漫长的 别怕一时的困难 莫忘初心 努力前行 终有花开始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怕一时的困难 人会生活漫长 你都现在有点困难 慢慢行过的话 将来会感谢现在的现局 我会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会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